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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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据华翼兄弟影院管理公司总部排片经理唐若介绍 早在接到阿修罗撤档通知之前 大部分院线就已经针对这部影片的预售成绩 及当日票房情况汇总分析后 做出了相应排片调整 进行了检查 其实15号下达通知并不影响当日的票房 至于有些观众可能因为影片要撤档原因 新影院抓住最后机会观影 这才会在上座率上有些体现 但总的来说对当日票房成绩没有太大影响 片方损失巨大 院线影响很小对于阿修罗撤档事件 是否会对院线的排天安排及上座率收入产生影响 唐月谈到 事实上在阿修罗上映初期 业内并不看好这个影片 影片的预售成绩也很不理想 而这样在热映期间 在大规模宣传期间 临时撤档的重量影片案例实在少之又少 同时他也提到这样临时撤档的影片 再回归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院线也不会指望这样的影片赚钱 就算他不撤档 对大盘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对阿修罗出片方来说 该片首日票房为2523万元 而同一天上映的协不押正 首日票房为1.2亿亿元 再加上前有口碑票房 一直飘红的我不是要审得几呀 阿修罗平均排片仅有10%左右 三天票房收入4847万 对于耗16年 投资高达7.5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成本来说 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更不必说要达到片方 在之前宣传时 号称的30亿的票房目标 业内认为影片质量有问题 我们采访了多位业内资深人士 他们都认为 阿修罗影片本身内容质量过低 这也许还是最终导致片方做出彻当的原因 不可否认阿修罗的档期 并不利于自己的票房发酵 首先这部影片的口碑 比起其他影片实在不堪一击 今年暑期档最注重的是口碑下 要神开了好头 邪不押正也有一定的关注度 但阿修罗的影片素质 实在是没办法和他们匹敌 另外 影片的是雷人的三头造型 比较低劣的特效 这自然难以让观众买单 票房分析师罗天文认为 从上映之初就能看到阿修罗 无可避免地走向票房颓势 口碑不应票房也难以过意 而且基本没有逆袭或是黑马的悬念 该项目的亏损也变得显而易见 只是注重特效 花多少钱 不讲好故事是很难让如今的中国观众为影片买单的 在唐月看来 对这种很大投资的拒织影片 我们判断它大不大都是看阵容 投资和它的热度 其中热度是很重要的 但是确实没有太多的热度发酵 几乎所有的影头远线 不会把它看成很卖足的影片 在现在的市场下 有什么成绩 也是抱有比较悲观的态度 若是换到多年前的话皮 那时观众可能对奇幻片有很大猎奇的想法 但现在如果质量不好 观众对这类影片不感冒 确实很难有强大的排片优势 电影后悲真的不好 但是有这么多硬条件的投入 再加上吴磊 梁家辉 刘嘉玲的加持 事实上我是没有想到 它的票房走势会这么容易 这么轻易的往下坠 这也出乎了院线这边的意料 多年从事院线工作的李航告诉记者 票房低不疑是阿修罗选择告别院线的一个原因 对一部投资巨大的影片来说 这点温弱的票房确实是个很大的危机 从目前的排片和票房走势来看 未来对这部影片的排片只会更低 不用等随后的西红柿首复 敌人节之四大天王上映 就可以预见这部影片会逐渐消失在芯片阵营中 出品方认为口碑遭遇黑水7月13日上映首日 电影阿修罗官方微博发表过一篇文章 是以该片在两个票平台上口碑呈现两集的情况 影片在逃票票评分为8.4分 而在猫眼却只有4.9分 凌晨三点钟前后 一批猫眼用户幽灵班 在5到10分钟时间内 完成电影阿修罗在猫眼平台上的应后 打一分和无底线恶评工作 这些账号50%属于喵林极短 首次购票的小白账号 还有40%的账号级别较高 发现他们属于长期从事 给各种项目打满分工作的老水账号 电影官方微博斥责 这是一级又组织又云露的 黑水行为是这个行业的耻辱 7月13日早上 阿修罗片方与猫眼平台组织相关领导进行沟通 认为此种异常属于黑水所为 对方在经过内部核查之后表示 评分合理 双方对此不了了之 同时 经过记者调查 阿修罗的出品方之一 为浙江东阳小宇宙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据悉该公司是北京阿里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而淘票票同样是阿里影业旗下产业之一 因此淘票票对干片的相对高评分 也被外界认为是这层复杂资本关系所致 彻党先例 2013年4月12日电影被解救的江哥上映 仅一天就因为技术原因被紧急停印 5月中旬恢复上映后 最终飘房不到1700万 2014年2月2日动画片《我是狼指火龙山》当冒险庆上映一天就将档期从竞争激烈的春节档改到5月31日最终飘房130万左右 2017年9月22日纯洁新灵竹梦演艺圈上映5天突然撤档 2018年2月9日重返银幕 最终收获票房233.7万元